7月16日 林姆宝奈美和前夫石橋桂敏 透过YouTube宣布他们离婚的消息 而该影片在隔天就从石橋桂敏的频道被删除 等于是一个快闪离婚 可惜的是只留下了这张照片 林姆宝奈美面带笑容 有着无事一身轻的从容态度 但石橋桂敏的表情严肃 或许23年以来 她早已习惯宝奈美在她身边 等缓过神来老婆就要跑了 心里还来不及接受这个事实吧 事情从去年9月就有了征兆 宝奈美赤字3亿日元在东京购入豪宅 并且也从石橋桂敏的事务所独立出来 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 为了就是与前夫在工作上能够有切割 在影片中林姆宝奈美表示 已经尽了对孩子抚育的责任 如今三个小孩都在国外念书 没有牵挂的林姆宝奈美 于是选择了离婚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周围在东京爱情故事里面 说出那句经典台词 我们做爱吧 的赤林立香 是如何改口说出了我们离婚吧 1966年林姆宝奈美 出生于东京一个传统的家庭 父母都是老师 家教很严格 但这却没有拘禁宝奈美放荡不羁的灵魂 小时候的她 没有成为父母所期待的淑女 反而成为了古灵精怪的小鬼头 热爱棒球的她 一次在社区组织了一支女子棒球队 在那个女生打棒球很奇怪的年代 社区并不认同她们的存在 拒绝她们参赛的要求 宝奈美一气之下 率领姐妹在社区代表大会上拉起布条 抗议这种对女性歧视的行为 这事情闹得街坊邻居都知道了 于是在私下都称她为野丫头 1984年林姆宝奈美进入陈城大学 文艺学部心理学系就读 那11位同学报名了后里艺能制作所 第九届演艺人员征选会 她开得心痒痒的 于是在报名即将截止的前一刻 她也忍不住报名参加了 那一次在征选会 宝奈美获得了特别奖 但却没有因此踏上星途 于是回到学校继续课业 1986年宝奈美为了赚取到夏威夷旅游的费用 于是参加了加利宝的化妆品 夏季广告专属模特尔选拔会 这次宝奈美可以说是豁出去了 她换上了大胆霸露的泳装 勇敢展现了自己的好身材 事实证明这些评委都是色胚 宝奈美获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也借此得到广告拍摄的机会 并进入了演艺圈 1986年的《女人风铃火山》 是宝奈美第一次参演 她独挑大梁饰演武田信玄的女儿松鸡 也是武田信玄死对头志田信长的大媳妇 她把周全在两大强权之间 并复杂的内心戏表演得十分到位 很难相信这是她的第一部戏剧 隔年则出演银河Teleby小说 并与三上婆使共演《心中鸡为酒》 1988年演出NHK的成间剧《诺甲的梦》 这是她很喜欢的作品 剧中她是一位两任丈夫都过世的女性 只好到酒吧上班 含辛茹苦地把子女养大的故事 此剧的平均收视率高达42% 1989年出演《点燃星火》 她饰演一位电视演员的助理 与饰演制作人的刘燕敏郎相恋 而之后前演幽子也加入混战 形成了三批的关系 童年演出《白鸟丽子》 剧中是位性格古怪的女孩 而《公泽李慧》也有演出同样的角色 1990年再次和刘燕敏郎合演吻的温度 从这次戏剧不难看出 林木马奈美浑然天成的表演天赋 好像没有人教她就会演了 而真正让林木保奈美大名大方的 还是1991年的东京爱情故事了 每当小田合成的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响起 仿佛有一台时光记忆 把每个少男少女带回那个青森的年代 丽香嘴角扬起的微笑 弯弯的眼睛好像有无数个星星在里面闪烁 许多人热烈追求的青春 似乎在此刻被按下暂停键 当勇敢追求爱情的丽香 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 我们做爱吧 好多宅男也好想做 直白的情感表达 强烈的碰撞和摩擦深热 到如今还深深地影响许多人的爱情观 丽香小恶魔般的个性 时而俏皮淘气 时而倔强霸道 在当时不知让多少宅男沉醉在幻想之中 而电视剧播出期间 因为观众太入戏 还有人扬言 如果丽香最后不能和丸志在一起 就放火烧了电视台 不过富士电视台也是没有再怕的 最终的结局 丸志还是选择了他高中时代暗恋的传统女性 李美 独留赤明丽香 孤身一人 虽然这样的结局难免让人觉得遗憾 但也使这部戏剧不落入俗套之中 反而有种耐人寻味 倦勇的情怀 东京爱情故事最终也取得了平均收视率为22.9% 完结篇更创下32.3%的亮眼成绩 而丽香的饰演者林木宝奈美 她的人生轨迹似乎比剧中的人物更加跌宕起伏 那时25岁的林木宝奈美 因为赤明丽香这个角色 红遍整个亚洲 就在这个moment 却传说于富士电台里 已婚制作人大多亮的绯闻 其实在1988年 大多亮担任爱情打猎族的企划时 宝奈美就与大多亮认识了 而她也多次澄清 与大多亮并没有任何情感的纠葛 当时宝奈美是这样做出解释 大多亮对于我 仅止于前辈照顾后辈的关系而已 况且大多妇人又是我沉沉大学的学姐 我不至于对她做出反叛的傻事 少女时代母亲就曾纯纯叫回我 不要为了一个人去伤害一个家庭 今生今世我都会牢记这句话 请各位不要胡思乱想 还是看我好好演戏吧 对于宝奈美这样的说辞 媒体并不灵情 还是把她冠上不伦女的身份 甚至揣测之后的装饰交扬 也是靠大多亮清点宝奈美才获得演出机会的 虽然被冠上小三的名号 但这部与唐测寿明合演的戏剧 在周四晚上10点的夜间时段 还是达到了平均收视率24.5% 最高收视率32.6%的佳基 看来观众虽然不持她的行径 但还是很爱看宝奈美的演出 时间到了1993年 在流言肥语下 林木宝奈美还是借由大多亮 参演了与真田广之合演的爱情全雷达 而此时大多亮与原配已经分居 文银也走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就在群众骂声连连之际 宝奈美突然有了急转弯 她与比自己年轻一岁的江口杨介开始拍拖 因为来得太突然 还有媒体揣测 江口杨介只是大多亮的烟雾蛋 为了掩护宝奈美与大多亮的不同关系 但报道真真假假 也有媒体指出宝奈美这次是完真的 有记者采访了刚从电影院布出的江口杨介与宝奈美 并询问江口你们是什么关系 江口搂着宝奈美的肩膀只说了一句 看这样子不就知道了 之后也有人拍到了他们在大西地试婚旅行的照片 但没有多久这段爱情就因第三者的介入戛然而止 而这个第三者也是很奇特 应该说是双重第三者 也就是说男女双方各有一个第三者介入 女方这边是曾以爱情白皮书和长男之架而走红的林木信书 而南方这边则是一位日发混血一起方程式赛车手林木弗兰克 很碰巧这两位第三者都姓林木 这还不是最有趣的地方 在爱情拳内打杀亲后 林木宝奈美被服侍电台 邀请随团去摩纳克观看林木弗兰克的赛车比赛 当日本民众都以为林木宝奈美正在异国与林木弗兰克拍拖时 宝奈美身边一位的人并不是弗兰克 而是这次带团的播报员穿紧一人 这中间为何有这样的转变实在让观众张儿金刚摸不着头绪 但据说林木宝奈美是被穿紧一人流利的英语所吸引 回国后立刻与双方的家长见面并公开对媒体宣布 我们已经在纽约办理结婚登记了 正式婚礼当然要在日本举行 时间希望在今年初秋 从大多亮到江口洋界到林木弗兰克 然后机转弯到一个根本想不到的人物穿紧一人 真的是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让民众媒体都猝不及防 而婚后川秦一人没有反对宝奈美继续工作 在丈夫的支持下 林木宝奈美又主演了爱没有明天 恋人啊两部戏 但婚后不到三年 林木宝奈美又对外宣称她要离婚了 结婚时的态度如何的坚决 离婚时她的态度也是同样的坚决 有传言指出川秦一人后来违背婚前的约定 开始限制宝奈美演出戏剧的类型 甚至希望她能够引退 或许这是宝奈美离婚的原因吧 依照一般的思维 离婚总需要沉淀几年的时间 思考自己想要什么 或人生要如何走下去 但1997年离婚后的宝奈美 不到一年再次宣布 让大家跌破眼镜的消息 就是她又要结婚了 接下来宝奈美的婚姻 又有如何的走向呢 为何最终她还是选择离婚了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是放轻松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